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拼一笑都给人感觉可爱至极 表演结束回到舞台中央后 王静雯第一个被话哨提问 让他重复刚才的舞蹈动作 也就是迪斯科中的经典舞步拧灯泡 只见王静雯二话不说 直接就跳了起来 他们三位在舞台上跳 台下的歌手也没闲着 全都跟着他们舞动了起来 跳完以后 王静雯还打开了凡尔赛模式 说自己跟他们学的不一样 成功戳到了苏建信的笑点 喜剧人唐汉潇还看热闹不闲事大 说王静雯跟他们在一起表演 看上去非常合适 此话一出 瞬间就遭到了王静雯的回队 指呼歌 逢场作戏把你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笑喷全场观众 他们二人之间的爆笑互对 足以载入华语乐坛实测 在观众毫无防备的情况 撒了一大把狗粮 拉满CP感 接下来 要在两个主题的三支乐队当中 选出两支乐队 观众们的点赞 会决定他们乐队去留的问题 极其重要 画面一转就来到了成绩公布环节 全员脸上都写满了紧张 失恋阵线联盟获得更高声浪 断层输出 完胜对方 张震月 周杰琼 尚文杰为获得额外保留名额 也就是说他们这组赛道 只能有一支乐队保留 看得出周杰琼的心情比任何人都失落 一直都在强忍泪水 回到音乐社区后 节目组还给歌手们组了一个火锅局 各种美食应有尽有 让不少屏幕前的吃货都流下了口水 不知道还以为点进了向往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 是这次没有男歌手 全部都是女生 号称女生之夜聚会 王静雯送给刘玉云一颗草莓 刘玉云给了她一颗蓝莓 莫名的CP敢再次扑面而来 享受美食的过程当中 还聊起了在节目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尴尬的瞬间 代班主持杨成林 第一个get的就是王静雯 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体质 既可以活络 又可以尴尬 周杰琼则是觉得第一次见面时 才是最尴尬的 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 多说了给人感觉是在存在感 少说了显得不近人情 尚文杰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那就是周杰琼每次尴尬的时候 都会放声大笑 事实上周杰琼只是控制不住音量 并不是用大笑来掩盖自己的尴尬 当尚文杰跟周杰琼闲聊时 一旁的吴墨仇全程都在离线状态当中 一看就是有心事 张碧晨加入后 一出好戏才正式拉开序幕 一上来就被问干部尴尬 尚文杰对其表示 节目应该叫音乐尴尬类节目 每天都是各种尺寸的尴尬名场面 分别有大型 小型 中型 第二个话题是最不想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一共八个答案 杨成林表示没办法做朋友的是不幽默的人 但并不包括不喜欢对方 听完杨成林的回答 吴墨仇立马就想到了李荣浩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 王静雯最讨厌的是势力眼 之前看不起他 得知他走红后 都跑来跟他借钱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鱼肉朋友令人极其厌恶 张碧晨选择的是一生气就说狠话 他认为好朋友之间 感情输出是不对等的 完全没有办法平衡 所以生气就说狠话 无形当中会伤人 一次可以 但时间长了的话 对方会很伤心 依据所有的亲密的关系都要更苦心经营 拉满整档节目的高度 第三个是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做什么都没自信 该怎么办 不得不说 节目组他会玩了 把女生身上经常出现的焦虑全都搬到节目上 尚文杰金句频出 觉得有这种焦虑的人 都会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 从吴莫愁口中可以得知 现实生活的他 特别没有自信 而且性格特别内心 跟舞台上吴莫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亦云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刘亦云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觉得美丽的标准没有对错 用不着在意别人的想法 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了 找找一个方法爱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通过他们这次的聚会 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实力派女歌手不为人知的一面 正能量满满 每个人输出的观念都值得我们学习 不知道大家看完后都做何感想呢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